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吳宗森 今天跟各位我看到 這些展示的一些 舊報廢的這些 軍用器材 我就想到一些 一些事情 這個是所謂的鯊魚快艇 前面畫個鯊魚嘴巴 這種快艇 然後這種也是一種 一種特殊的 一種交艇 這個鯊魚救生艇 然後這邊這個叫M8快艇 跟那個那個是沒有擋風玻璃的 那這個是有擋風玻璃 上面還有警示的這個 閃燈 這就是驅逐的 這種快艇以前是用在 用在那個 特殊的蛙人部隊 打擊用的 這邊有水雷 水雷 這種沒有觸角型的水雷 M6 戰備遊貴 我們今天就停留在這邊講這個故事好了 這個今天要講的就是 所謂的落難英雄 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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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這樣子來的 大概在不知道幾年前我看到 不知道是鳳凰衛士還是中國道路什麼人 在網路上YouTube上看到的一個影片 他就介紹兩岸的蛙人部隊 兩岸的蛙人部隊的那個互相 蛙人就是一般 一般俗稱的水鬼 台灣話叫追櫃 水鬼 因為他們是潛伏在那個 那個 在那個香港也有這種 他們就直接就叫水鬼部隊 那個特警 香港特警 現在香港是回歸到中國大陸 他們仍然用廣東話講那個叫水鬼部隊 他們還做了一個宣傳影片 就表示他們能夠 海陸空 3D的打擊 這個立體的打擊犯罪 但今天我講的不是打擊犯罪 而是講這個 國共對峙的時候的一個 一個 一個落難英雄 剛講那個影片裡面 他們提供了一些照片是在台灣看不到的 那個大概是在福建 福建沿海的一堆農民 逮捕到一個 很強壯的一個蛙人 那個蛙人有多強壯 那些民兵 那些農民站在他旁邊 那個蛙人是蹲在地下 雙手被反綁在背後 他蹲在地下 他蹲在地下 他的高度都跟那個農民的頭差不多高了 你就知道那個人如果站直起來 他身體有多高大 多強壯 再來他的那個橫向面積 就是他的肩膀的寬度 大概是一般農民的兩倍 兩倍半 我想那些農民一堆人站他旁邊嘛 就是逮捕他的那些人 大概是民兵吧 因為穿的衣服蠻破爛的 這個蛙人也穿著一個 短袖短褲 蹲在地下 雙手被反綁 一看他全身肌肉 我就想說這個絕對不是情報員 因為情報員絕對不會有這麼強壯的 像這樣子的人登陸在大陸 根本沒辦法混 因為當時大陸的時候 那個 大躍進的時候 餓死了3000多萬人 現在有人修正說有專家修正 4000多萬人 破4000多萬人 餓死 所以你看大陸人黃皮寡獸 那很正常 可是這麼樣一個強壯的人 像仁元泰山一樣的人 在他們中間出現 那簡直就是 你根本無從常逆嘛 可是你看他那個身材你就知道 他不是情報員 也不是那個 什麼 那個 那個 突擊隊 因為突擊隊的人 他不會個人行動 都是團體行動 要不然就小組行動 而這個人很明顯 他應該是蛙人部隊 什麼蛙人部隊呢 一般來講水中爆破隊不會跑到那邊去 兩棲偵察連也可能會跑到那邊去 可是不會這麼狼狽 而且他們偵察也是以小組為單位 這很可能就是以前的那個海上突擊隊 海上突擊隊 而且這個人 應該是 福建這邊的人 因為他們上岸之後 可能會遇到 當地的人 你必須要用方言跟人家交談 否則一下就 實際上他也不用交談了 以他那個身材 人家一看就知道 這不是本地人嘛 本地人都餓的餓的這個前兄貼後輩的 他怎麼會那麼強壯的一個人啊 但他被逮到 那個他沒有講說怎麼逮到的 我在猜想 至少要動員上百上千人 那個民兵還有那個警察 軍人 來收山 逮到他 怎麼會逮到他呢 他一定是怎樣 他一定是藏地在一個山區裡面 然後晚上起來跑到農家去偷雞 抓雞來吃 那因為他不可能帶乾糧嘛 然後他再回去 回去之後 那農民損失個雞之後 就以為是黃鼠狼之類的 然後就用狗啊什麼 然後又做陷阱啊 還有就是 就是準備 通報民兵 可能發現到腳印等等 然後就是 就有通報系統 等到只要 那個狗一叫一怎麼樣 馬上敲鑼打鼓 動員上百上千人追 追他 那個 那個收山 包圍 最後終於把他抓到了 找到這個人 你可以想像看那個是多大的功臣 我在想 雖然那個人蹲在地下 但是他那個身體的骨架那麼強壯 我就有一個感覺就是 落難英雄 實際上如果當時那些大陸人 如果逮到他之後 以為說 國軍全都是那個身材的 那也是一個笑話 樣本不足 就會有 嚴重的 錯誤的判斷 實際上那個部隊的人 在山軍裡面 他們是特種伙食 因為他們常常在冬天的時候都赤膊 只穿個小短褲 就敢在海裡面游泳 即便是寒流來 他們都有這個 有辦法抗寒是因為他們 他們是特種伙食 他們吃了很多的動物性蛋白質 油脂等等 所以他們的身體 特別特別特別強壯 所以那個就不能夠 那個 用他做作為標本 實際上以那樣子的人 如果說你看 他們是受過一個 受過完整的 那個 特殊軍事 特戰的軍事訓練的人 他到那個地方去 如果他有攜帶武器的話 像他這是一個人被被捕 那其他人是不是 打散了還是怎麼樣 不清楚 那個語言不詳 沒有報導 只有那張照片 讓我很震撼 但你可以想像看 在民國62年 我高中畢業的時候 二王 二王就是在東北有兩個姓王的兄弟 因為偷竊被人家逮到 逮到之後他們居然因為早就偷藏了槍械 然後就還有 上千發子彈吧 然後就拿了那個 槍械跟那個子彈 沿途從東北一直打到湖北 甚至還要南下到廣東 沿途犯案 沿著火車路線下來犯案 因為他們 他們沒有收入嘛 所以他就要搶嘛 那搶的方式就是為了一個腳踏車 他都可以把人家槍殺 那兩個人就是 簡單 是一個 非常簡單的土匪 沒有受過什麼 特殊戰鬥的 那個 那個 那個軍事訓練 最後在湖北的地方 動員了三千多個 那個 那個民兵跟警察還有軍人 核槍實彈 民兵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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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槍實彈 而那個 就民眾 沒有核槍實彈 只是隨著圍捕 最後最後還被打死了一個人 踩到他 他在草叢裡面睡覺 兩個人被被捕的時候已經 很多天沒吃飯 所以餓的 已經不像人一樣 然後結果後來是 後來被人家那個 用亂棍打的重傷 然後送醫不治死亡 這個二王 那我在想一個二王就這樣子就已經 就已經引發中國大陸那麼騷動的話 那在那個時代如果真的派 真的空投了一些什麼特殲的這種部隊的話 特戰部隊到中國大陸的話 那真的是可以讓中國大陸雞飛狗跳 二王都可以這樣子 所以我曾經講過說現在中國大陸的部隊 很多節目 不管是國營的CCTV 還有民間的各個 各個 各個 網站 都在講二王的故事 我覺得講二王的故事就是怎麼樣 就是這個 掌他人自信滅自己威風 因為那個時代的 通訊各方面都不行 也那時候也還沒有 武警這個名字 武警是裁軍之後才有的 那一個二王就可以 顛覆一個政府的治安那麼嚴重 其實這個二王跟台灣的那個 陳靜新的四個人是一樣的 造成台灣極度的恐慌 所以你就從這裡面就可以知道什麼叫做 城市遊擊站 事實上二王就是一個典型的 城市遊擊站的那個典型 還有那個陳靜新 台灣的陳靜新也是 陳靜新高天明這些人 就是這樣 四個人造成了台灣極大的恐慌 耗費了很巨資 其實也 台灣雖然號稱自己的那個治安怎麼樣 然後又科技又怎麼樣 實際上這四個王八蛋就把台灣給搞翻了 那那個同樣的二王也是 那二王之後還有其他人 但是這二王 是在那個 是石破天津 1949年之後中國大陸最顛覆的一次 我剛講 開頭講的那位 落難英雄 他後來的下場怎麼樣不知道 是不是 送去勞改 或者是怎麼樣 或者是槍斃的 都不知道 反正他那個那張定格照片就是被捕 非常強壯的一個人被捕 我說我們不要因為他被捕 我們就認為他不是英雄 我認為還是應該自禁他是英雄 因為他敢 深入敵後 那這個就是 就是落難英雄 剛剛講的二王那個 後來被捕的時候 他們已經餓得不成人形了 因為很多天沒吃飯嘛 山裡面他們也打不到野味 也沒辦法 那個舉吹 也沒有工具等等 他們也沒受過特種 求生訓練 所以那二王最後 就 就不成人形的 被 被人家 打的半死 那我們在想 歷代的那些造反的人 最後被活捉的時候 像比如說台灣的 林爽文 林爽文事件 還有那個 朱衣貴 雅母皇帝朱衣貴 在高雄 那個 內門鄉的 朱衣貴 林爽文是新竹那邊的 那客家人 因為林爽文的事件 引發了那個 清廷才知道 還有一個叫天地會的民間 那個幫派組織 那我看到有一個 某一個 台灣某一個 那個 公家的一個 博物館裡面 把這件事情顛倒過來 說是台灣 因為清廷要壓榨 要追繳台灣的天地會 所以 官兵民反 林爽文才造反 實際上是因為 清廷根本不知道有天地會 這回事情 是把林爽文要造反 而且被人推舉成皇帝 要立國號 要準備要成立一個國家 這樣子才把 林爽文逮捕 因為派了大軍來之後 把 林爽文 通常造反的那個頭目 通常都是要活捉 活捉之後要送到北京去 不但要由皆勢眾 而且還要最後還要林爽促使 絕對不是砍頭腰斬什麼的 都是要林爽 一寸一寸的 歌 那個林爽 另外一個名字叫做 寸折 折是一個石頭旁一個結出的結 下結的結 去掉人字旁那個結 那個字念折 寸折 一寸一寸的歌 就像那個我們吃那個 北平烤鴨一樣 要片 那個肉跟皮要 一小塊一小塊片下來 就是這樣 那這個 但是這個之前 通常都會把他們剃光頭 不管他頭髮有多長 因為 你頭髮太長看不到臉面也不行 因為要試重嘛 要用球車把他 壓到那個廣場上試重 所以會把他剃光頭 剃完光頭之後 讓他才 看清楚 他的原始面目嘛 再來就是 會在那個牢裡面 餓好幾天 因為通常會造反的人 都是身強力壯的人 像 林爽文 朱衣貴 都不是那個文弱書生 都是那個 身強力壯的人 通常都是有一點 會武術的人 像這一類的人 那如果說你給他吃的 肥肥壯壯的 那會有那個負面影響 所以按照慣例都給他餓餓好幾天之後 讓他這個餓起體肤之後 幾乎不成人形之後 拖出來之後才知道 你看看你們造反的例子就是這樣 你看看現在他這個 曾經要稱王稱帝的 現在還要見了國號的人 現在是怎麼樣 餓得那個不成人樣 所以人家想說 人是鐵 飯是鋼 三天不吃飯 什麼事都敢做 七天不吃飯 就沒了個人樣 那這種事 這種不算是英雄 因為他算是 說蕭雄有的時候還是個禍害 還不算蕭雄 他只是曾經 蕭聚過 三陵 曾經造反過 僅此而已 比如說皇朝被逮到 也是凌遲 比如說那個 那個 張憲宗李志成 這些人 最後都是 都是這樣的 還有高先知等等 王先知 這些人都最後都是這樣 還有那個 那個 明王 明王那個是那個 那個 那個東鴻先生 這個你看大明王朝 我介紹大明王朝 已經記者 我現在年紀大了 有時候 人名 地名 記不太清楚 OK 略過 今天就要跟各位講 這個落難英雄 在美國1923年開始 那個 國會規定 國防部建議 國會通過 就是說 所有在戰場上面 因為戰爭受傷 肉體受傷 比如說 那個 肢體殘障 或者是 挨過槍傷 等等 只要在戰場上受傷 然後經過那個 軍醫檢驗過之後 OK 就會 就會申報 給他一個 紫心勳章 紫心勳章 就是你在戰場上 受過傷的 但是肉體上面 精神上面 得精神病 或者怎麼樣 或者是壓力 症候群等等 一直都有爭議 我們不在這邊談 反正那個紫心勳章 就可以讓他 在那個軍醫院裡面 免費醫治 而且可能還有 相當的社會 社會福利 給他 後續保障 比如說 裝一支 輪椅 看護 等等 由國家給付 那是紫心勳章 那是因為他立了功了 可是 戰敗的人 那就沒有了 或逃兵什麼 逃兵還要處罰呢 在戰場還要究極政法 當場槍斃 另外一個是 被俘 中國大陸在 那個 朝鮮戰爭的時候 也就是抗美援朝的時候 就是我們講的 韓戰 韓戰那些 投降的人 後來回到大陸 去的時候 九成被 不是九成 基本上是 九點九吧 百分之九十九 都被 都被用各種理由 把他 把他給槍決了 或者是再去拿去消耗 再拿到戰場上去消耗 所謂消耗就是讓你去打死嘛 打到死為止嘛 就這樣 像這種 這種被投降過的人 在 好像軍人 軍人的恥辱 實際上我個人 不這樣認為 因為你打不過你就投降嘛 知道無力可回天的時候 你投降還可以 還可以留在青山寨 比如說美國以前總統 布希 那個後來他兒子叫小布希 也曾當過總統 那個布希以前在 那個越戰的時候他開直升機 不是直升機 他開飛機 那個戰鬥機駕駛員 在轟炸任務的時候 被越共 擊落 擊落之後跳傘 逃生 逃生之後落在因為越共的地盤 就被俘虜 俘虜之後後來美軍 用那個 用那個 談判的方式把他 贖回來了 同樣在例子上 被贖回來的人多了 那個夢幻騎士 就是那個 唐吉科德的那個作者 叫做塞萬提斯 西班牙人他以前就是 就被打仗了 他到很多國家打仗 後來被俘虜 俘虜之後 他就要 當奴隸 在奴隸的時候 他就要找他家鄉的人 去借錢 借錢來把他贖出來 贖出來 如果他沒有被贖出來的話 他就是一個奴隸一輩子了 我們就看不到 唐吉科德那個 那個故事 那個人叫塞萬提斯 所以我覺得 這個 戰俘 戰俘 不可能給他新章 所以有一些 台灣有一些人 以前曾經當過突擊隊的 到中國大陸出任務 結果被逮 逮到之後 一關關了30年回來沒有變 風都已經算不錯了 結果出來之後 因為檔案都銷毀了 而且是秘密檔案 因此沒辦法接上 不承認 也不承認他能夠退伍 也拿不到退伍金 等等等等 都是問題 在今天聊這些東西 主要是 我覺得 博有所感 有些人他 出生入死 為國家做了很多的貢獻 但是實際上 最後是吐死狗烹 鳥盡工藏 那值不值得 就自己衡量 什麼叫國 什麼叫家 看你的國 看你的家 現在是什麼人當政 你值不值得這樣賣蜜 以上 跟各位分享一下 英雄也有落難時 謝謝